你是什么人 把手举起来 洛晨正想处理这具零大阵势 却被美女警察打断了 女警看着洛晨对着空气比比黄化十分不正常 她直接举起了手中的枪警告洛晨 她数三声 若洛晨不回答她就要开枪了 当女警刚数到一时 旁边的警察手下已经开了枪 只听砰的一声 子弹已经打中了洛晨脑袋旁边的墙壁上 洛晨脸色十分不善地黄黄回头 她心到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遇到了这么一群蠢货 你干什么 你看你的命令 我当然得给他人警告 胡来 被女警上司训斥的警察显然不敢再回嘴 她只能对着洛晨嚷嚷 这里发生命案已经被执法员封锁了 她质问洛晨进来干什么 此刻洛晨正考虑 是否用太黄金残余的气息制服这三人 但制服之后再想处理这具零大阵 恐怕就没那么有把握了 她觉得现阶段与执法者产生冲突 确实不怎么明知 而此时女警也在暗自心惊 这人看上去和我差不多的 面对枪考居然毫不慌乱 心理素质未免也太好了 别紧张 我只是个普通的恋意爱好者 来拍几个视频罢了 警察下属哪能相信洛晨拍视频的鬼说辞 他倒觉得洛晨很像盘龙安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毕竟有的罪犯都会在作案后重返罪案现场 不要用惯性思维随意决断 我们执法官讲究的是证据 我是盘龙区零四七号执法官 夏清清 我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们和局里接受调查 目前情况特殊 希望能理解 如果你所说的情况属实 我们调查清楚后 会当即释放你 不会占有太多的时间 这就是你请求别人配合的态度吗 这不是请求 而是命令 走吧 回局里 将洛晨靠上手铐后 夏晶晶决决定先带人回局里审讯 他们在触盘龙安的小道上走了很久 突然夏晶晶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看着前面的路满脸惊讶 旁边的警察下属也是大吃一惊 他们走了将近半个小时 可他们竟然回到了刚刚离开的盘龙湾的烂门 警察下属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导航 看是不是导航的问题 而夏晶晶则十分肯定 他们中途并没有调整方向 你们这样走是走不出去的 盘龙湾共有九种风水沙 覆盖一天十二时辰当中的九个时辰 除了晨四五三个时辰外 其余时候 声门都会关闭 封建迷信 明明年地轻轻的 居然满口怪力乱神 我看今天就算你没有问题 我也得好好对你进行思想教育 警察下属连忙讨好的 把洛晶的身份证拿给夏晶晶 还嘲笑到洛晶这种县城农村出来的人 教育也没用 夏晶晶十分反感下属的行为 她认为即使对待嫌疑犯 也该保留最基本的尊重 没过多九天就已经黑了下来 他们已经在盘龙湾里走了四个小时 还是回到原地 这妮子还真是这样 硬生生拖到了晚上 又是一过 那些家伙可就出来了 解开 想出去 就照我的话做 夏晶晶有些犹豫地看着洛晶 不知该不该相信她 就在这时一声响亮的鸣笛和刺眼的远光灯 打断了夏晶晶的思考 夏晶晶转头一看 居然有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 几位 去哪儿啊 几位 去哪儿啊 几位 去哪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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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